大家好 上周上涨了第21个交易日 上一波上涨指数就涨了21个交易日 所以呢 我上周说如果强势能够维持到周二 今天的下午收盘 大概率本周的下半周还是有调整 咱的实话实说呀 咱的客观 是吧 理性啊 第一个结论 明天上午之后 预计会有调整 但不卖出 对吧 就是这个上周我们说 这个周四周五也有可能有调整 稍等 周四周五的也有可能有调整 但是不卖出 就是它调它的去 那指数之间有调整 那是很正常的 它调它的去 我们的操作呢 要严格的遵守规则 这个地方没有卖出理由 就是它不符合卖出规则 所以呢 调整应该是扛过去 而不是说所有的调整 你都要规避 昨天你别看这个今天涨 就昨天 这个收这个跌幅脚大的时候 我仍然是这种态度 就坚决 有些时候结论要坚决一点 我们就是按规则做嘛 就少想吧 第二个呢 就是考虑到市场的平衡 那我们说这一波呢 建议大家配置的 偏大盘股一点 对吧 偏价值股一点 然后我们又讲了这个券商的逻辑 讲券商的逻辑 和讲这个银行的逻辑 银行会很稳定 就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银行后面空间也很大 券商呢 我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在牛市当中 基本没有跑输过大盘 全部都跑赢大盘 就算它初期涨得慢一点 它会后发先制 这个后发先制呢 我觉得它描述或者形容 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准确 那么就是说 这个从整体的行情的判断 到平衡的判断 到这个板块的布局 做的还是相对细腻的 相对来讲比较细腻的 也比较理性而客观 所以呢 我们还是判断 本周的下半周相对来讲要弱一点 请看文档的 但是不卖出啊 不卖出 没有卖出理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日线的九转序列高酒 上次高酒是哪 主要上一次高酒几乎 就是上一波高点 是吧 还有一次高酒 你看这个高酒也挺好用的 至少调了四天 调了四天 所以这个日线的高酒 它分数也很高啊 就是第二名 然后呢 第一名的是三十分钟高期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 如果三十分钟高期的话呢 加上这个两个周期呢 是明天上午的十点三十分 明天上午的十点三十分啊 会出现三十分钟 顿化加酒 再加上日线序列高酒 在这个地方呢 就不建议再追涨了嘛 可是呢 这个它没有卖出理由啊 注意一下这没有卖出理由 虽然说这个日线的序列 分子挺高 但是序列不是卖出的理由 注意啊 序列不是规则 序列不是规则 这第一点 第二点 让我们看三十分钟线啊 三十分钟线高期 然后呢 刚才说了 明天上午的十点三十分钟 出现顿化加酒 这个顿化级比较比较大啊 但是这个结构 也不一定全好用 你看这个地方也有结构 这也有结构 在这个上升过程中 这个结构就挺多的 你得找这个大的 而且三十分钟不是 不是操作标的 现在价格距离趋势比较远 比如说三十分钟了 我们再看六十分钟啊 六十分钟 如果能够出两根红角线 它也有顿化 六十分钟啊 因为这个价格已经创新高了 DIF这还没有创新高 也有顿化 可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日线 价格到达趋势的距离比较远 六十分钟有结构都不用理它 三十分钟就不看 三十分钟因为 这个 它不属于操作的周期 我这操作周期至少看六十分钟 级以上级别 对吧 长用周期其实就是四个 六十分钟 九十分钟 一百二十分钟 日线 长用周期就是四个 所以呢 就是说近期日线动画消失之后 我这心里就特别舒服 没有操作嘛 短期来讲就没有卖出理由嘛 就没有操作嘛 那就坚定信念就完了 这特别简单了 就坚定信念 但是你看这个分化仍然是比较严重的 平均股价 到收盘的时候好一点 下午 大概两点两点半的时候呢 还是零点一次了 到收盘的时候涨到零点四了 百分之零点四 就是上市指数涨了百分之二点一八 生成值呢是二点二八 特外板指数呢二点八三 三个指数呢 涨幅都是大阳线 就超过百分之二 都算是大阳线嘛 可是呢 平均股价只涨了百分之二 零点四四 并且呢 今天涨跌加速比十二比一 就是说四千多只股票 还有一千多只是下跌的 一千多只是下跌的 所以这个分化呢 就比较严重 虽然说对咱们学员来讲呢 我已经提前考虑到了这个分化 并且做了应对 咱们学员的影响 并不是特别大 对吧 可是呢 对于整个市场来讲呢 还是有一点伤害的 有一点伤害 但是我没有办法 所以我只能说是 尽我最大的可能性 保护好咱们学员 面对市场这种分化 我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就救不了所有人 这一句话 就救不了所有人 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那学员你说 如果我能帮助你 是因为你相信我 你想想对不对 是因为你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是吧 我也帮不了你什么 第二个呢 就是行情的高点与远着了 远着了 现在还是刚起步 还是刚起步 有调整 你不用太操这个心 调整完之后 还会继续上 我对行情 还是非常乐观的 非常乐观的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据此交易后果自负 好吧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但是你得允许我说话 对吧 然后呢 其他的没什么好讲的 吃股吃股吃股 你那吃股有什么好讲的 下面的时间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调整 如果有调整的话呢 是私浪的话呢 可能会有十多个交易日子调整 但这中间呢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有可能不调整 就直接往上涨 现在目前来讲 行情很不讲道理的 不讲道理 所以我们说 就在这个位置上呢 就是它调整 比方说真的有调整 我们扛过去 不怕它 是吧 来呗 该调整调呗 不怕它 大牌 我说就是说 就是今年的 第一波还是要挡两个区间的 现在涨了半个 注意一下涨了半个 后面还有一个半的 也就是说 这些天的涨幅 只是涨了半个 还有三倍 就三个这样的涨幅 还很大的 所以我觉得 不用太担心直说 所以牛市当中 你手繁华还挺难的 是吧 从去年 我们给大家找这个 C浪的最低点 牛市起点 然后呢 就坚决地 就让大家去坚持做读 要置在高远 就这样的行情 可能 就未来 就很多年都遇不上几次 那天使嘛 历史给予我们了 做好 做好当下 耐心一点 耐心一点 跌的时候呢 我也说耐心一点 党的时候呢 也说耐心一点 跌的时候呢 要受得住寂寞 党的时候呢 要守得住繁华 到最后 我们还有个动大的任务 就是头顶的任务 再把那件事给办了 这些年的 最主要的就 这基本就差不多了 所以你们放心 我是个有大智慧的人 关键的时候 从来都不怂 发现没有 大家就耐心点 耐心点 再一个呢 就是控制好情绪啊 不管是强势的时候 还是弱势的时候 要控制好情绪 这情绪 你像今天上午 哎呀 这个 这个就骂全商的 我就看完之后 就觉得 我天天跟大家灌输 一个正确的理念 对吧 我说券商 我说在历史统计上 它其实没有跑出过指出 在牛市当中 没有跑出过 有的时候就大幅考验 稳定性和确定性很好 我说银行呢 我说现在就打不折 打不折 然后呢 历史上呢 比平均PB 比0.8的时候 银行都是涨的 我说它的空间也很大 就说这个逻辑嘛 当然肯定 这个弹性来讲 券商会更好一点 弹性的角度 然后呢 这些逻辑都不是短期逻辑 你比方说调一天 你就觉得券商不好 这那的 不然你会影响别人的 你像今天啊 你如果真的影响到 咱们学员里 有持有券商的人 受你影响 然后给他卖掉 你说你是不是最 是吧 那什么来着 罪孽深重 你就没有感觉到 一丝丝不安嘛 所以把那种情绪啊 就尽量控制一下 就是我也没说 不让你有情绪 我就说你有情绪的时候 能不能不影响别人 自己盖大被子 人家在被窝里 一顿闹情绪 愿意砸盆是砸盆 愿意砸碗是砸碗 愿意摔盘是摔盘 你曾把那完整的镜子打碎 夜晚的枕头都是眼泪 活得不管 让你非常自由地抱怨 你看行不行 首先你家里多几块镜子 你爱抱怨的这种 这种习惯是吧 你家可能没有完整的镜子了 已经没有完整的镜子了 所以你们其实听我讲课 我是嬉笑怒骂 该骂的时候我也骂 所以可能有些人就觉得 老师你不够大度 老师你不够大气 谁说我大气了 我自己都不觉得我大气 嬉笑怒骂本就是我的风格 有些人那就得骂 你跟他好好说 我天天好好说 我说这个应该是这样 这个逻辑 全程的逻辑是什么 你跟他逻辑是什么 不能看一篇这样 我天天说 但是你觉得我说有用吗 我当我说没用的时候就骂呗 当然我也不是那种婆妇型的骂 我骂也是比较有技巧 该怼的时候怼 该骂的时候骂 该开玩笑的时候开玩笑 叫做嬉笑怒骂 独具一格 所以你也别介意我的 你要是不喜欢我那种方式 我估计你也找不到第二家 尊前作句莫相笑 我死诸君死我狂 你可能再也找不到 我这样的了 所以你看我虽然说 讲课风格是各种各样的 但你会听起来不腻 对吧 不像我看起来那么腻 肥而不腻 听着有意思 所以才能把这个课听完 有的老师在上课了之后 你听一般你不想听了 你得承认有这样的老师的存在 肥而不腻 五环肉 大方向我帮你们把关 我觉得大方向的判断上 咱还没服过谁 然后在细节上 我们就注意平衡就行了 其实你做不到特别优秀 特别顶尖 因为也别追求做到特别顶尖 咱们做到优秀就行了 你如果不快乐 是因为你在追求错误的东西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哲理 第二个呢 有些时候我会感觉到 是吧 尽管我在尽最大的努力 去帮助咱们的学员 但是依然是有学员 居然不理解你 误解你 但从哲学的角度 误解本身就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误解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被误解 无可奈何止 无可奈何止 宣伤啥处逃停 没有这个计划 没有这个计划 你把目光放远一点 放远一点 耐心点 这不是让咱们的课程更加精彩了 是吧 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说得了向上 打得了流氓 点上我 流氓就挺多 但是我双拳能敌四手 一个一个全给打趴下 叫他们嘚瑟 不要太管这个分化 分化它其实只是暂时的 它是现象不是规律 规律其实是平衡 有人说 今天咱们文的课里 有人说 他说会不会一直这样下去 对不起 不会一直这样下去 但是它会维持一段时间 我前两天就说了 我说可能会维持几个月 它不是短期能结束的 它会维持一段时间 但是平衡这个思想 是无法改变的 哲学思想是不以人的意志为管理 我前些天说这个分化的时候 我说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故事里来 就会遇到这个市场上最专业的 最聪明的 最凶猛的 头脑的较量 假如在某一些 专业领域或局部领域 我们是没有胜算的 我自己尽管我思考深度很深了 思考能力很强了 但我仍然认为自己是没有胜算的 所以我们需要就是站在 更高一层的思维层级 去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平衡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就反过头来 你就是再去想 我写十年这本书 其实是为了告诉大家 交易的三个层次 分别是现象数学和哲学 现在其实我还不敢奢谈哲学 哲学太宽广了 我年龄也比较嫩 比较年轻 不敢奢谈哲学 但是这个哲学对我帮助很大 所以我坚信交易的三个层次 就是现象数学和哲学 你像今天早盘的时候 那都是被现象所影响的 被蛊惑 只看到了现象 就忘记了它的真实的规律 规律历史上的统计 我都已经告诉大家 规律是什么样的 被现象蒙蔽了 蒙蔽了双眼 所以平衡是永恒的 大家注意上 平衡会是永恒的 这波做完大 下一波可能我们就会多配置小 下一波做完小 可能大家不会就做完 就配置大 那么这个做了几波之后 就是如果这个牛市 走了很长一段时间 它就会进入到调整室 那这个思想 它也是平衡思想 整体上也是一种平衡思想 对吧 所以平衡是和循环的是 无法不以个人的意志为管理 无法改变 当你理解到这一层 你会发现做交易其实不难 很容易 但是你不要追求顶尖 就是这个顶尖 有些时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我们做到优秀就行了 我自己也是对这样 对自己这样的要求的 做到优秀就行了 这个金庸说 张无忌练 乾坤大挪移 练到第七重 是吧 到第八重 也就代表走火入魔 所以呢 这个金庸这个人 他对这个不完美 发挥的淋漓进去 就是他的小说下面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完美的人 乔峰 真名是萧峰 是吧 七单人 然后 谁是完美的 金庸下面谁比较完美的 这几乎没有了 养过断了一胳膊 小龙女 那不说了 小龙女 吾小宝不识字 张无忌 被那个 是吧 朱元璋 给忽悠 过境 智商好像不太不太不太够 扫地僧 如果他完美 他要扫地吗 对不对 扫地僧完美吗 黄荣 黄荣算不算完美呢 也不算吧 找了个二傻子 找了个郭靖 静哥哥 段玉 段玉完美吗 找个女朋友就是他妹妹 找个女朋友就是他妹妹 段玉最被摧 你知道吗 段玉 所以大家会发现 金庸那么有名 金庸他的逻辑 他的写作功底那么强 但实际上他对人性的理解 就是不是完美的 没有完美的人 那么生活当中也是这样 我们做交易当中也是这样 你不能追求尽善尽美 做到优秀就行了 我有时候会感慨 生活因为不完美 这个世界才精彩 所有人都那么完美 没意思了 有高峰 有低谷 有甜蜜 有悲伤 有酸甜苦辣各种滋味 你的人生才精彩 大家想想对不对 好了 今天就不多讲了 咱们提前五分钟下课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